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谭妍在自己的演员道路上 也曾经历不少波折和打磨 就像北京时英式切工箭矢势一样 最终放发出琢磨光彩 华丽变成为钻石烟 谭妍表示 希望未来自己走一步步的草莲 见自己的力量 向世界展示中国珠宝和女的发展 为我和领域里促进影视剧的交流 10月30日 谭妍到达比利时 参加HID Awards 国际钻石首饰 设计大赛 在现场 比利时政府授予唐烟 比利时钻石艺术大使 两年一度的HID Awards 国际钻石首饰 设计大赛 也只享有珠宝界奥斯卡美语 去行业地位 谭妍而遇 今年的颁奖礼选在世界钻石之都 比利时安特威夫举行 当时 比利时重要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的徐星 叶利林颁奖礼现场 在现场 谭妍亲切交谈 电视剧《克拉恋人》是一部发生在钻石公司的微秀相剧 谭妍在剧中成功输入了为美丽智慧的教室设计师 她通过奋斗 命运 并最终收获完美爱情 对此 谭妍曾采言 我非常喜欢自己在《克拉恋人》中饰演的一朵 她从不起眼的丑小鸭 经过不断打磨 完美蜕变 谭妍在自己的演员道路上 也曾经历不少拨折和打磨 就像比利时幼稚切光钻石一样 最终发展出琢磨光彩 华丽变身为钻石烟 谭妍表示 希望未来自己作为工夫的草莲 见自己的力量 向世界展示中国珠宝合影的发展 对文化领域里 促进影视剧的交流 sweatsatson一提下去 写真正伙 as in дっと 中文化领勇 集群 余 南